川哥 還有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曾經有聊過說 那個兩兆的花東三建設的條例 那個條例其實傅崑局總召 他也很盡責的有上節目要去做捍衛 那時候同場的是跟 孫暖軒前交通部長 那天他也有說拿出來 環島高鐵說很簡單 怎麼可能做不出來 然後他有拿一本 我看到是那種 豬肝紅的一本東西 結果我本來想要截圖 來秀給大家看 但是他那個時刻實在是有夠短暫的 一秒下來 一秒下來 那兩分喔 差不多兩秒的 他聽到核卵軒說 你給我看一下 你知道有什麼 有什麼核卵軒有疤了 因為那一本報告 庫崑局手上拿的那一本報告 寫的單位是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跟交通部當年的高速鐵路局 當時的高速鐵路局的局長 這是核卵軒 所以那本報告叫核卵軒有關 核卵軒當時要塞這條的時候 因為當時還在決定說我們要VOT 還是政府來興建的這件事情的時候 核卵軒是從頭到尾參與的 所以那一本報告核卵軒根本就看過了 因為當年核卵軒也很年輕的時候 所以他覺得很奇怪 我們當時做的是西部高速鐵路 那個時候我在台大當研究生 我們那個時候做叫做西部高速鐵路 台灣從來沒有考慮過東部要做高速鐵路 因為光經濟效益的評估就不會過 所以因為連西部的經濟效益都不會過 所以政府沒有投入 後來才改叫VOT 然後有大陸工程那個團隊 用一億元得標 那劉泰英他們那個團隊 用了幾百億投標沒有中 是因為西部的效益就已經不夠了 好 所以那一天這個 傅崑奇拿出那一本 放了兩下之後 核卵軒當然有把握 日本給我看 日本給我看 你不是說你有嗎 可是我跟你講這件事情是這樣 因為傅崑奇跟徐政衛 他們推這個案子推十幾年了 傅崑奇這一次的版本 就是十年前徐政衛的版本 只是把一些東西改了一下 其他都沒變 然後原來有什麼幾年幾年 有做了修正 然後預算上有做了調整 那這些事情 大家都知道那個什麼 什麼高速公路國道 從南投到這個花蓮 對 這個案子在交通部討論多久 這個案子在交通部 也討論快一二十年 最後是在109年左右 在109年左右 交通部立法院通過一個決議 通過什麼決議 通過說因為這個工程的困難度太高 經費太大 變數太多 所以全數刪除 本來要做什麼事呢 就要做那個地質專看 我們在講到技術專站的錢 3000萬被立法院全部砍掉 立法院決議全部砍掉 因為感覺說你做的就一定賣過 你花一條錢要幹什麼 好 那最近這幾年 然後這三年前傅昆吉又開始提這個案子 說我就是要做國道立法延伸 交通部才在去年 去年還前年又啟動了這個計畫 又啟動了一個計畫 讓這個地質的調查在進行當中 那這個地質調查要到民國115年 就是2026年 這一本報告才會出來 所以交通部有沒有在做這本報告 有 那最佈我們講這個國道 這個國道6號東延 現在也跟他回說 這8000億怎麼來了 現在那個王鴻暉 這事都民進黨算的 民進黨有辦法這樣看 或是王毅穿算的 看路徑這樣圍圍圍 差不多8000了 地質都不知道 有資料說8000 為什麼後來這一筆要評估 那種地熱的錢被拿掉 你知道嗎 是因為這個會議裡頭 找了一堆專家 這個專家當然不知道是誰 交通部找了一堆專家 討論完之後判斷 判斷這個工程大概要8000億 就是一堆專家決定了 沒有算 就大家判斷 這好像我們做中橫 好期待會這樣 差不多8000 就是這個數字的計算不夠精準 地質不夠確定 所以才會後來交通部覺得說 你這就不確定 你還要花錢去做這個評估 基本就給了 是在傅崑期的壓力之下 現在才在做地質的調查跟專探 這些數字我告訴各位 這些數字到最後一定是5倍10倍 這個數字絕對不會是這種數字 這些數字都假設地質很好 不會破壞生態 然後不用做地質改良 然後你找的路廊完全順利 土地取得很輕鬆 土地取得完全也沒有人家抗爭 的情況之下 也沒有徵收的問題 都沒有 也沒有 全部走國有地 那你就有可能 你就有可能 那你如果要經過人民的土地 大家要把你 有的沒的一大條 你像周翁翁 他們的臺灣大道 台中市 臺灣大道 星光三越那一站 捷運南線 那一站那一站的土地徵收 那頭上的路都民間 那頭上的都不政府 那一個土地的價值要跟誰比 要跟星光三越 星光三越如果一坪三百萬 我那個路路的底 我就是一坪三百萬 不然我不給你徵收 那整條徵收 也不是劉秀燕現在說的 什麼一千億徵收 那不然三千億也徵收不起來 所以這種費用是會越跌越高 所以人家算兩億是算客氣了 你想苗寶雅算兩億算客氣了 我問會說不要亂算沒有那麼多錢 那沒有那麼多錢 來我補充一下那個一兆 那個一兆有沒有花筒 那個一兆 那是郭敏東的智庫算的 郭敏東的林主家他算我教你 林主家很簡單 他說南港到宜蘭幾公里 一千八百八十一對不對 那宜蘭到屏東幾公里 就把它乘一幾 乘一幾乘完就是這個一兆 這麼簡單 民進黨都不會算 國民黨智庫算的 那算得對不對 國民黨智庫算的絕對得到的 林主家的算不對嗎 林主家國民黨智庫的 這工廳專家 不然學過工廳的工廳專家 算出來一兆用的 算他一條 這絕對正確的 國民黨要懷疑林主家算的 這一兆讚 可是我剛剛這一兆完全低估 當然 高速鐵路 你爺爺中算 可以這樣沉 你們這裡教研所的都不用擲了 哪一兆算我們擲這麼多錢要做什麼 擲器官的 擲中文系的 大家都來倒數學 乘一乘就可以 這種都不能學系 先不講工程經費 先講這個工程的地質 講這個工程的敏感性 對環境整體的破壞 就過不了國土計劃這一關了 黃國昌講說 大家想太多了 要高度公共利益 以及相關弊案 我才會去調百姓的有關係人 胡說八道 去看條文 條文裡面有高度公共利益 這幾個字沒有 沒有 他只寫社會關係人 法律條文裡面沒有這個字 也沒有查弊案 他只告訴你 你跟這事情叫做有關係人 他就把你調來 再來光電 到目前為止收押的是 中國國民黨雲林縣議會議長 開88槍起訴的那個幕後黑手 是中國國民黨學甲區的主任 叫王文忠 你的雞蛋 那個許澤濱跟林北好遊 國民黨的高階黨工 所以我坦白講 弊案 我們是一個分治分立的國家 有檢調單位 有法律 現在就看到國民黨立委想幹嘛 他把想所有的國家權力 都攬在身上 所有的人他都可以去辦 我們憲法是這樣規定的 這不叫擴權嗎 這就叫擴權 來 我舉一個例子 黃帝宇律師他給我們 不是王定宇 是黃帝宇律師 他舉了一個例子 我覺得可能的輪廓 可能的想像不遠 但是有沒有可能往這個方向去 我們會擔心 他說未來企業如果不配合 藍白立委募款 他們就會擔心說 我這樣是不是把他抵視到 我就得罪立委了 那他會不會透過這個方式 但是跟我說我要你資料 我要你私人企業的資料 炒麻煩 查水錶 然後說我們不得已只好 被迫花錢消災 變成社會的常態 因為你法律條文沒有訂得直直直直的 來包括今天 這是宜蘭青年公共事務協會 對不對 對 歡樂嗎 我來舉一個例子 我們都知道副總召他之前 因為炒股 內線交易案 然後所以被判刑 那假設今天立委擁有了調查權之後 他可不可以找有意 可能有意要再談併購的 來他先知道 假設我們兩個企業要併購 那併購會影響股價 那他會不會用這些權力 來實現自己的利益呢 而且今天比如說我們檢察官或警察 他們都有偵查不公開 這些立委他們在行使他們調查權的時候 他們會不會突然不小心把機密講得出來 不小心公開了 這中間他都是沒有監督機關來監督這些立法委員 在行使他們的調查權跟執法權的 這個你是真的不懂法律 還是胡說八道 裡面不但有規定 因為原來法律有就有規定 妨礙秘密罪 妨礙國家機密罪 都是有規定的 即便是立法委員也是沒有免責權的 您知道嗎 可是他講出來之後傷害已經造成了 不 這是兩件事 他這些立法委員 有沒有罰責跟傷害沒有 這些立法委員他沒有受過法律素養的 這個電影 電影這個是我跟他同一個節目 我提出的 那我先回答郁振偉 就是說他有一個不妨害國家機密的前提 不妨害秘密的 問題是誰認定 當我可不可以被調去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帶律師的時候 都要經主席同意的時候 你覺得這誰認定 這第二個 公共利益是誰認定 這個條文沒有 即便方法裡面一樣是誰認定 我講這個狀況是什麼 我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我今天只要懷疑 你某個上市櫃公司 你有聯合的競駕行為 我就開始查了 奇怪這應該是 金管會公平會要查是 為什麼你立法院要查 因為我覺得他沒有查到 所以我就可以查了 我今天只要知道 覺得你某一個宮廟財團法人 有這個裡面有這個 違法吸金的疑慮 那檢調不查 我立法院來查 他就可以查了 他就可以開始調你的資料 你的股東名冊 所有的 那股東名冊 你的營業秘密都在裡面 所以這是不是企業擔心 這是企業擔心 所以為什麼包括歐洲商會 跟美國商會會擔心呢 因為很簡單 一直在鬼扯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人家有調查權 國民黨要讓 隨便很簡單 你對於行政權的調查 尤其是公務員的調查 我們還要去移給監察院 不然我們把五權先改三權 好不好 國民黨從來也不要 剛才永遠點到一個重點 這個法最恐怖的是 對 我們都有條文 國家經濟也不行 這個利益也不行 誰決定 立委決定 對 你這個有沒有違法 你這個有沒有什麼 舉手表決 立委決定 任會決定 有沒有違反機密法 不是立委決定 主席剛好也是立委 也就是求證 求援 裁判 都是同一組 權力的過度集中 這個其實是破壞體制